嗨大家好我是莫娜 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今天是莫娜In The House系列 那In The House這個系列 主要是在開箱3C產品 還有一些我非常感興趣的生活好物 那今天我要來開箱什麼東西呢 大家有看到我身後的這一台車嗎 沒錯就是跟車子有關係 那就是可西式CarPlay車載多媒體播放器 CarPlay的原名其實叫做iOS In The Car 就是蘋果打造給車子專用的iOS系統 那安卓智能所使用的 就會是由Google所打造的Android Auto 那其實這兩個系統我都有用過 因為我前陣子是用Pixel手機嘛 我自己覺得體驗上不會差很多 那一般在使用上面啊 就是你的手機連接到 你的本身車子的車載系統之後 看你是拿iPhone還是拿安卓 你如果是拿iPhone 那也連的就會是CarPlay 那如果你拿的是安卓手機呢 就會使用的是Android Auto 忘記在開場先跟大家說 這支影片呢沒有業配 那真的是因為我有這個需求 所以我才買這個產品來試試看 這也不是一個非常非常新的產品 很久以前就有了 好那我身後這台車呢 就是今天的主角是我媽的車子 然後這台車的車領已經十幾年了 算是比較老一點點了 這台車本身也是有車載系統的 不過就是內建的導航 還有一些比較陽春的功能 它就沒有辦法做到像是CarPlay 或是Android Auto 它可以做到可能直接使用來撥打電話 或是使用語音助理 或是使用Spotify等等 那因為我媽她其實也比較不習慣 使用她這台車本身的一個導航 所以她很常開車的時候呢 她就是拿她的手機 然後開Google Map來做使用 所以很常看到她開車開到一半 然後拿手機起來看 確定路線再繼續繼續開 我也覺得這個動作真的非常非常危險 因為你還要分心在那邊看手機 然後再繼續用你的方向盤 她之前其實也是有用手機支架 可是手機支架很多都很陽春啊 她沒有辦法完全吻合你車子的那個設計 所以很常手機支架很容易脫落 或者是說會擋到那個冷氣的出風口 你看我媽就是每次開車 她就要再把這個東西拿出來 然後夾手機看導航 所以非常非常麻煩 所以我媽買了手機支架之後 完全沒有再使用它 她就把它掛在那邊 然後繼續用手拿手機起來看導航 我就 蛤 什麼意思 就是因為這樣 所以我這次決定買一個外掛式的 carplay的車輛系統 來試試看能不能對它開車上面 有任何的幫助 然後我這次挑的品牌是carovision 它是台灣的品牌啊 那我買的型號呢是carplaypro 我覺得台灣的品牌的話 應該就是維修可能會比較方便一點點 然後你要找客服也比較容易 OK 那我們現在就來實際安裝看看 carplay上盒裝內容 有主機伸縮支架 主機呢是7吋的 雖然邊框很粗 但是不影響車上使用的視覺 機器的孔位呢 有電源孔 USB Type-C AUX 還有一個AV-IN的倒車顯影 另外盒裝還有保護卡 說明書跟玻璃墊片 然後還有點驗器 充電線 倒車鏡頭 AWX線 還有防滑膠條 已經在我媽的車上了 然後今天幫我講鏡的人呢 就是我媽本人 所以呢 如果你有看到奇怪的飄移 或者是角度很奇怪 拜託大家請見諒一下 謝謝 好 那我們首先呢 就先把這個主機拿出來 欸 我本人是沒有裝過這種東西 所以我有點害怕 我會不會裝錯 然後再來呢 就是把他的這個支架給他拿出來 那他的主機背後啊 有這個固定支架的孔洞 那我想應該是先把他組合之後呢 再把他安裝到車子的玻璃上面 好 那我們現在就把他 這個支架給他組合起來 其實就是這樣卡住而已 然後這個旋鈕啊 記得把他轉緊 就這樣子 他就會被固定好 然後他這個支架是可以伸縮的 那我就先把他伸到最長好了 然後一樣也是要記得鎖緊 那就是要把這個 carplay把它固定在窗戶這邊 好 這樣就是大致固定好了 然後之後呢 我媽就可以自己在這邊調 他的這個伸縮長 我這邊要更新一下 我建議呢 先把這個支架裝好之後 再把螢幕裝上來 因為這個螢幕呢 它是活動式的 它其實很好拆卸 然後你固定好之後 你這個旋鈕啊 記得要把它鎖緊 不然它就會很容易掉下來 它是活動式的 所以你也很好把它拿起來 然後做擦拭 做清潔什麼的 那我們現在就來 實際開機使用看看 好 然後這個外觀式的carp 它本身是沒有電池的 那它要怎麼吃電呢 就是要用那個 車子本身提供的電力 卡住 然後呢 再把這個電源孔給接上 欸咻 喔 它就會自動開機了 過這個線就有點醜 之後呢 可能就要再把線稍微整理一下 現在進來之後啊 會是它本身 這台機器的系統 然後我們就要先來 連接上我們的手機 現在已經把它固定在車上了 那現在就是要來手機連線 那一台外接的carplay 然後還有分兩種方式 不管你是iOS還是Android手機 都可以透過有線的方式 也可以透過藍牙連接的方式 那我想我們就兩種都來試試看 那我先拿我自己的iPhone 來試試看好了 那如果你是要用有線的方式的話 你要記得準備一條你的充電器 然後轉Type-C的線 因為它是吃Type-C的 連接上手機之後呢 就可以看到螢幕就出現了 解鎖iPhone來啟動carplay 連接之後呢 其實就可以使用carplay 然後我來看一下 它的整體的介面 來試試看它的語音朱鯉 嘿Siri 嘿Siri 啊 啊 啊 欸 沒什麼反應 嘿Siri 導航到包中箱公所 正在去哪兒 到包中箱公所的路線 喔 有欸 沒問題 再來試試看播放音樂 嘿Siri 播放潮州塗狗的音樂 馬上播放潮州塗狗 欸 有了 大家有聽到聲音嗎 目前的聲音呢 是從這一台carplay的機器出來的 那等一下呢 我會再把它切換到 可以連接本身這台車的音響 登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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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 這台外接裝置的喇叭 哇 極爛 超極爛 所以如果你想要用比較好的喇叭體驗的話 最好還是把它配對到你的車子的喇叭上面 然後你只要在你的這個carplay的調屏呢 這邊FM把它設定成87.5 然後車子這邊也同步設定到87.5 到時候如果使用這台播放spotify的話 那它的spotify音樂呢 就會是從音響出來的 之後我媽就可以直接用這個車上調音量的這個按鍵 來調音量 其實也是蠻方便的 Hey Siri 打電話給媽媽 喔 大家有聽到嗎 他正在撥打給我媽 那接下來呢 我們來看看用藍牙無線連接 這一台外接的carplay看看 看會不會也是可以正常做使用 先打你的手機裡面找到藍牙 然後看一下可不可以找到配對的機器 那我現在已經找到了這一台車的一個 連接的裝置名稱 它叫做DUE0000 然後現在來連線 我覺得其實無線比有線方便一點點 因為如果有線你的線壞掉的話 其實就會很強 就是沒辦法正常使用carplay 那如果可以直接透過藍牙連接的話 就你不用在那邊煩那些線材 哪天突然壞掉 所以我覺得 我自己會比較喜歡那種無線連接 好了 已經有了 這邊我就按一下配對 藍牙的部分也沒問題喔 我現在手機呢 是透過藍牙跟這一台裝置做連接的 這一台carplay它的這個 操作的滑順度 沒有到非常非常好 但是比起我媽這種舊車的這一種 塑膠的面板 它是直接完全不能夠滑的 只能透過按鍵來做操作 這個還是方便非常多 好的 那我現在已經測試完畢了 現在要換我媽來試試看 因為我媽自己本身用的是三星的手機 它剛好就可以示範Android Auto的部分 那我也可以確認一下它有沒有學起來 那有學起來的話 它之後遇到問題它就可以自己來做操作 今天的天氣太乾燥了 頭髮一直靜電 好 不管 反正我現在移駕到副座了 然後我現在讓我媽來實際操作一下 這一台carplay跟它的手機做連接 你還記得怎麼用嗎 你要用有線還是用無線的 兩個都可以 你要用無線比較方便 好 那你先幫我看一下 你這台手機的Android系統是怎麼樣 因為這一台支援的最低是Android 11 那我媽現在這台手機的Android版本 是Android 12了 所以基本上配對應該是沒問題 先到你的藍牙 你要找到一個叫做U100的設備 DUE000好 選那一個 沒錯沒錯 那一個 你以後就要記得你都要選那一個 好 然後你現在已經連接到你的手機了 你幫我按那個確定 你就讓它允許儲存你的聯絡人 這樣你之後才可以直接打電話給我們 好 OK 那你來用用看 OK Google 好 我要去寶宗派出所 雖然沒有很準確 它出現的是虎尾警察區 但是的確是派出所 那你要記得你要唸大聲一點點 因為你的裝置離比較遠 而且我覺得它的那個 喇叭比較沒有那麼好 我跟你講 如果你之後要叫你的語音助理 如果你唸了它都沒反應 你就這邊長按也可以 OK Google 打電話給你了 有 它這邊呢 已經有在幫你打電話了 然後我覺得它跟那個iOS比起來 它的介面就比較更簡潔一點點 簡潔到你可能沒辦法 馬上看到資訊 按首頁 好 然後這邊就會有其他東西 就會有地圖啊 然後Podcast 然後這邊就是撥打電話 電話你可以這樣 像你剛剛有打給我嘛 對不對 啊 我本名直接露出來 很快用電話 啊啊啊啊 反正如果你找不到要怎麼回去 你都是都按那一顆 對 都按這一顆 好 那我現在就請我媽 導航到一個他想去的地方 那待會再來問他 就是他的這個 使用的心得是什麼 你要導航去哪裡 OK Google 導航到包中國小 如果你的手機啊 要插電的話 也可以插在那一台機器旁邊 這樣你就手機也可以充電了 插幾多機器充電上面 對對 可以用那台機器充電 因為它一樣是吃車子的電啊 好的 請問阿布 你覺得這樣看下來 你覺得使用起來怎麼樣 使用起來那個感覺是 嗯 有點看手機 手機的感覺就是螢幕太小了 然後有訊息進來的話 嗯 這樣它就會變縮小 而且它是剛好這樣子看的話 就是比較不會危險 你也知道欸 我知道我知道 你最好知道啦 你每次後面 都不開車用手機 明天咬 另外這一台外界式的COPLE 它其實還可以鏡像 不管Android手機還是iOS 其實都可以 但是我怕我媽學會鏡像之後 它就會給我在車上 給我在那邊看影片 所以這個件事情 我就不打算教它了 我們還是安全為重 好的 那我覺得整體使用下來 這個Color Vision的 這個外掛式的車載系統啊 我自己覺得它的 安裝上面算是蠻簡單的 雖然比起現在新車所內建的 就是COPLE Android Auto 它比起來是比較遲鈍一點點 然後操作上面 也比較緩慢一點點 但是我覺得夠用也堪用 另外還有一點我自己不太確定的是 不知道是因為雲林的網路真的太差 還是那一台外掛式機器 它的可能系統啊 是比較不足夠一點點 它在某些情況 比如說呼叫語音助理 某些情況它是會卡頓 然後也會需要重視比較多次一點 然後啊 它在呼叫語音助理的時候 也必須要更大聲一點點 它才吃得到你的聲音 不過我覺得沒關係 這些都是耐心可以解決的事情 那不知道大家的家中 是不是跟我一樣呢 有家人有10年以上的老車 也是沒辦法使用Android Auto 或者是CarPlay 然後他們也想試試看 我覺得這算是一個 還不錯的折衷方式 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 那如果今天的影片 對你有幫助的話 或是剛好有幫助到你的家人朋友 也要記得幫我按個讚喔 好的我是莫娜 下部影片見 拜拜 嗨 你先照他唸 YouTube Music 嗯 YouTube 你要先 我教你 你要先說 OK Google 開啟YouTube Music OK Google 開啟YouTube Music Music 不要笑場啦 孔廷 老人家咩 你怎麼有聽這種歌喔 我們連對不一樣啊 其實 我們 我們 你們